一人俩骆驼,你追我赶,对骂两天两夜,你以为他是德爷,不,这是人体屎龙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想下饭的帖子们福利来咯 一片死亡荒漠,竟出现五个对称排列的古怪黑点,外星人足迹,神秘部落 世界如此之大,我想去骚一把,德爷嘯嘯一笑,决定一探究竟 查地图写攻略,带上备用粮食摄影师,坐上飞机,抵达默克莱 这里是埃塞俄比亚东北部,距离达纳基勒沙漠最近的机场 招手套money,坐上小航车,兴奋得快马加鞭进城买装备 结果人生地不熟,语言还不通,只能满街转悠挨个询问 How are you?I'm 26 years old 哦啦,没毛病,兜兜转转,两人终于找到个会说英语的 小哥热情似火,积极介绍,达纳基勒沙漠漠漫天黄沙荒芳无人烟 是全世界最热的地方之一,外号人间火炉,当地人称死亡之地 离荒漠最近的村庄,名叫伯黑尔,这儿距离内嘎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走路过去七天七夜,只能找熟人搭便车 在小哥的带领下,秃秃子挤上小蹦蹦,搭乘顺风车一去五小时 终于抵达沙漠大门口,意外结实一向倒阿里 他是阿尔法人,以骁勇好战著称,是最了解这片沙漠的人 过去他们把牙磨得很尖,还会割下敌人的蛋蛋,串成项链,戴在脖子上 阿里英语不错,熟门熟路,十分愿意带领德爷前往目的地 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带上他所有小弟 有钱得大手一挥,说干就管,挑选骆驼 一天五百讨价还价,准备补给一次七百 海拔越来越低,气温越来越高,离混战区越来越近 几年前有西方人来到这里,结果死于非命 无奈当地警察局只能派来两名武装保镖,手拿AK-47一起探险 队伍迅速扩大,口袋越来越空 门口一张床一叫到天亮,保镖向导牵骆驼的人 满打满算,八人五头骆驼 四头装人的家伙是,一头骆驼驼要吃的食物 早上四点浩浩荡荡,全军出击 担忧得未雨绸缪,亲力轻为 着急得熊啾啾气昂昂,快马加鞭 沿途偶遇骆驼商队,从沙漠带着珍贵的盐砖满载而归 盐砖被当地人称为白色黄金,按块出售 古时候被当成货币在埃萨俄比亚到处流通 德爷新潮澎湃,两眼放光 踩在盐滩上一脚一个坑,和阿里一通捣鼓 决定弄点盐砖抵租金,一头骆驼背二十块 三,二一走你,八鸡灯,全白搭 德爷大气不敢出,麻溜付钱,抓紧赶路 结果队伍比较松散,不是举枪跳舞,就是原地休息 小哥手一撑,腿一伸,来杯埃萨俄比亚纯天然咖啡 丝丝润滑,口口流香 如果不提醒,直接原地休息到中午 除了迫不及待德,压根没人着急走 经过一天走走停停,八人终于来到荒漠边界的部落 严丑的十天探险,仅剩三天 德爷决定轻装减刑,尽快赶路 一边学习沙漠知识,驾驭骆驼 一边模仿阿里,拨下山羊皮,把洞全部封死 洗洗涮涮,脖子灌点水 由于皮毛湿湿的,风吹过就能让里面的水降温 相当于一个水袋加小冰箱 别看这玩意儿其貌不扬,味道贼上头 但贼拉好用 埃厄德三连安利准备物资 帽子,花生,沙丁鱼,再来一杯浓咖啡 德爷一笑,世界没妙 穿上衣服,有点陌生 阿里不情不愿,非常担心肥羊 表示沙漠中有幽灵,会趁人打盹进行袭击 荒野德两耳不闻啥幽灵 一门心思想探秘 牵上俩骆驼,马流走人 一头独眼,一头哈皮 这头独眼骆驼是所有骆驼中第二温顺的 取名秋 兴奋得思来想去 这定相信一次小伙伴 你挑着单 我牵着你 一人俩骆驼,单将匹马进入死亡地带 开心不过三秒 刚出家门,一血千里 早上七点,气温高达42摄氏度 南兽德,马流完成第一次腹泻 咕咚咕咚喝饱水,一抬头 哈皮带着所有的淡水漫步沙漠 慌张得无能怒吼,慌了神 不知道怎么说停下,回来 只能一边牵着秋一边往回赶 两百米,一百米,两百米 忽远忽近保持距离 德爷追不上不会口令 撒压开溜,让秋留在原地等候 你站着别动 我去把你弟追回来 开足马力一路狂追 他跑他追他俩插翅一起飞 太阳当空照,气温高达52.6度 奔跑得拼了老命两头跑 每次靠近,小家伙就撒压狂奔 结果鸡飞蛋打,一个不剩 只能小心翼翼安抚 又快又稳,慢慢追 经过近两个小时对骂 德爷来来回回,后退两公里 总算全部追上 心泪得大汗淋漓 严重缺水,尿液完全变成黄色 嘴里麻麻赖赖 干把成了口香糖 甚至还有点惊人错乱 情况不妙 他赶紧在灌木丛扎营 喂喂骆驼,补充水分 结果意外发现 山羊皮里的水有一股浓重的腐臭味 但物资所剩无几 最多撑过两天两夜 德爷无可奈何三下五除二 赶紧蹲蹲蹲 万万没想到 下一秒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铁打的德爷流水的味 喷射完毕,大牙直接不见 骆驼看的木灯口袋 知乎好家伙 呀,这人哪比我还能喝 羊皮水吐得一干二净 被用水盐少了一大半 爱恶的只能使出传统技能 天还没亮,抓紧赶路 晕晕乎乎瞪大眼睛仔细瞅 终于看到照片中的神秘黑点 他们用石头密密麻麻堆积而成 有点类似于坟墓或石阵 荒无人烟,阵阵热风 探索德有些不安 感觉这里也似乎真的有鬼魂 马流拍照,采集样本 打道回府 筋疲力尽,路边休息 一睁眼,窝了个亲娘 看着眼前凭空出现的大活人 德爷一脸懵逼 经过交流得知 小伙是当地的阿尔法人 目的地一致 两人结伴而行 速度杠杠的 夜晚成功返回部落 据当地一些阿尔法长者所言 那些石堆确实是墓碑 小石堆表示死者自然死亡 石堆上有一个圆锥形 表示死者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武士 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如果有一块单独的石头指向天空 那就说明 它有大仇未报 寒恨而终 德爷吓得一机灵 马流回家 欢节洒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